孟昊松开的手 转身时他看到了此刻 整个天从部落 只剩下了一万多人 曾经的一百多元英修士 如今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至于那些图腾异腰 如今只剩下了五个 天从部落至此已算陨落 不过只要有忽延老祖在 他们依旧是大部 眼下在天从部落大祭司的主持下 所有的族人全部收缩在了一起 仿佛与之前的巫神部落交换了身份 被巫神部落族人 以及那数十万幽魂 还有七个紫海巨人层层包围 天从部落的族人忠心取语 大祭司右手抬起 高举墓障 神色悲哀 他将墓障狠狠的刺入大地内 喷出鲜血时 整个人盘膝坐在那里 老祖 你为何还不来呀 天从部落即将灭亡 八万族人 此刻只剩一万了 老祖 你为何不来呀 天从部落大祭司 声音凄厉 仰天嘶吼时 他身前墓障 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这光芒直接冲向天空 与熬犬画作的红色光照碰触后 渐渐消失 可虽说消失 但大祭司的呼唤 却是以这特殊的血脉的方法 传入到了外界 传入到了天从部落的山门内 盘膝打坐的忽颜老祖的心神中 孟昊站在半空 看着这一幕 双眼微微一闪 右手抬起时 三枚灭灵钉出现 孟昊神识涌入灭灵钉内 有借血骚之力 生生将其内烙印抹去后 留下了自身的印记 你们如何对巫神部落 孟昊也就如何对你们 倒也公平 孟昊淡淡开口时 右手一挥 立刻一枚黑色的灭灵钉 在半空骤然庞大起来 轰轰间直奔大地而去 刺入到了地面上 随着孟昊虚空一按 立刻这庞大的黑色钉子 轰鸣间向着大地刺入 直接刺入大半后 这才停下 与此同时 一道黑色的光幕 瞬间笼罩了整个天丛部落 紧接着 第二枚钉子也飞出 在另一个方向刺入大地 随着第二枚钉子的刺入 黑色的光幕越发浓郁 其内的天丛部落族人 一个个身体颤抖 开始了枯萎 当第三枚钉子也刺入大地时 灭灵钉的阵法骤然展开 所有天丛部落的族人 与之前的巫神部落族人一样 肉身急速枯萎 他们的生机正在被快速地剥夺收走 颤抖中 所有的天丛部落族人露出绝望 他们看向大祭祀 大祭祀抬头看向天空 任凭自己的身体正快速枯萎 他凄苦的声音带着更深的绝望 再次冲出 老族 救救你的族人吧 老族你为何不来 是将我们抛弃了吗 孟浩在半空看着这一幕 没有说话 而是抬起头望着天空 露出尘死 四周巫神部落的族人也都沉默下来 他们并非试杀之辈 此刻看着天丛部落族人的绝望 他们想到了之前的自己 若非孟浩归来 或许他们也会如天丛部落一样 在临死前将这呼唤持续 时间流逝 黑色的光幕内开始有天丛部落的族人 在这枯萎中渐渐熄灭了生命之火 成为了干尸 倒了下来 随着他们的死亡 随着生机的飞出 在这阵法内渐渐有一个白色的气旋 正慢慢凝聚 越来越多的族人成为了干尸 大祭祀容颜枯萎 正个人如同刚刚从坟墓内爬出般 全身充满了死气 可他依旧抬头看着天空 哪怕双目无神 他的声音也依旧在回旋 老祖 我们做错了吗 老祖 请回答我 我们做错了吗 你为何不来呀 一千 三千 五千 直至一万族人一一倒下 一一成为了干尸 直至那些猿鹰修士也都开始了颤抖 那些图腾一腰也都发出了凄厉的无助之声 天从部落的大祭祀惨笑起来 笑着笑着声音渐渐凄厉 更有深深的怨气在这一瞬轰然爆发 老祖 老祖 你为何不来呀 随着他的凄厉之愿 那些还活着的猿鹰修士也都凄厉怨气弥漫 全部抬头发出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声嘶吼 你 你为何不来 哼 光幕内原鹰修士全部成为了干尸 图腾一腰凄厉而死 此刻只剩下了大祭祀一个人 在惨笑语怨毒中熄灭了生命之火 在他们全部死亡的瞬间 黑色光幕消失 其内漂浮的白色气旋 此刻已凝聚化作了一粒白色的珠子 这珠子没有按照孟浩所预料的那样 凭空飞起消失不见 而是漂浮在那里 直至被巫神部落的族人取走 也都没有丝毫异常 这一幕让孟浩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抬头望着天空 胡言老祖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孟浩沉默 班上之后 他忽然身体一阵低头时 看向橱子袋 在他的橱子袋内 此刻当年在虚桥界 获得的那只妖灵 正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这光芒越发强烈 更是在其内隐隐散出一股犀利 孟浩目光一闪 他想到了妖仙古界的开启 算算日期 此就在最近 胡言老祖 不管你在想些什么 这一战 你我不可避免 孟浩目光扫过巫神部落族人 扫过大毛 扫过蛮巨人 直至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四周的红色光幕立刻收索 化作了熬犬石 凹犬出现在了孟浩的脚下 站在凹犬的头上 孟浩看向远处 我要去一趟天从部落的山门 你们不必跟随了 孟浩回头看了一眼 巫神部落的族人 在这些族人一个个 狂热崇敬的目光里 孟浩感受到了这四周 充斥着浓郁的信仰之力 这力量弥漫孟浩四周 在他身上层层叠加后 甚至融入体内 随着修为在运转 使得孟浩的修为在这一刻 死任何数法都不会消耗丝毫 转身间 孟浩乾坤袋打开 将这战场上 所有天从部落族人的尸骸 全部收走 随后脚下熬犬一晃 直奔远处 呼啸而去 圣服大人 您还会回来吗 在孟浩身后 巫神部落齐齐一拜 巫臣与巫灵在人群内 望着孟浩远去 隐隐惆怅 说话的是巫臣 他对孟浩的恩情 与别人不一样 会的 孟浩的身影在半空一顿 轻声开口 转眼远去 大毛在半空呜呜了几声 孟浩临走前的目光 有对他的鼓励 藤条精刺在大地摇曳 似也望着天空 孟浩的敌去 还有那些当年 随着孟浩一路迁移的老人 他们的心底惆怅更多 他们不知道 下一次的相见 会是多少年后 或许自己已经不在人间了 孟浩走了 鹦鹉与皮动在他的肩膀上 时而回头 频频地看向巫神部落内的天方兽 直至远去 他们隐隐有种预感 或许下一次相见会是几百年后 或许会更悠久 不过很快的 鹦鹉就转过头 双眼冒光 盯着血骚 那目中的一抹狂热 让皮动察觉后 身体忽然哆嗦了一下 血骚也似有所察觉 诧异地转头看去时 鹦鹉忽然一副翩翩君子的样子 还对鹦犬咧嘴善意的一笑 下意识地扫了眼天方兽 看到天方兽还在伤感中 鹦鹉这才松了口气 此时此刻 在西末紫海上半空中 突然有一道虚无裂缝出现 一个穿着粉色纱裙的绝美女子 带着气脑走了出来 妖仙古界已开启 当传颂之力 最浓郁时 一切带着妖灵之人 都会被传入其内 孟浩 姑奶奶记住你了 嗯 她没有继续化妖 这女子正是纸香 此刻她咬牙切齿地 看向紫海 随后一愣 立刻眉开眼笑 算你还有些良心 知道对本姑奶奶负责 纸香横了一声 选择了一处岛屿山峰 盘膝坐下 静等妖仙古界的开启 与此同时 在墨土大地上 也有一些存在 纷纷察觉到了传颂之力 都在等待 天从部落的族人 云灭灵丁的黑色光幕内 带着怨气 七力死亡的那一刻 天从部落的山门内 忽延老祖 盘膝打坐的禁地中 她的双眼 在天从部落族人 死亡的刹那 漠然睁开了眼 目中露出一抹 寒芒与无情 她的四周渐渐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怨气 组成的魂 这些魂是残魂 他们的主魂已灭亡 此刻出现的 是寄留在山门内的 残存之念 这些冤魂 漂浮在忽延老祖的四周 无声的七力回答 忽延老祖神色始终平静 看了身边数万冤魂一眼 她淡淡开口 如同楠楠 你们死亡不是没有意义 你们的死亡对我意义重大 不是我不去救你们 而是你们必须要死 你们死得越凄惨 我的心才会越无情 你们死得越激烈 我的道才会越坚定 庆儿的死 使我的道无法完美 唯一的方法 就是找出替代庆儿的存在 而你们 天从部落的八万族人 就是庆儿的替代 我看着你们死 有能力却没有去救 眼睁睁的看着你们的死亡 你们每一次的呼唤 都让我的心刺痛 心痛的越深 抹去的情 就越多 你们不会白白死亡 你们会让我的道 达到斩灵地一刀的巅峰 呼颜老祖轻声开口 至于部落 有我就有部落 呼颜老祖闭上了眼 墨土大地上 七个紫海巨人 买着大步轰轰奔跑 远远看去 自紫海翻滚 气势磅礴 孟浩站在 凹犬身上 随着全身 赤色毛发的凹犬 在半空向前呼啸而去 目标正是天从部落 在墨土的山 前行时 孟浩的面色极为阴沉 眼皮不断地跳动 右手更是下意识地握拳 发出咔咔的声音 这一切不是因天从部落 也不是因呼颜老祖 而是鹦鹉 嗨 你好 你可以叫我五爷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 鹦鹉飞在鹦犬的面前 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 可怎么看 都有股猥琐之意 正寒情默默地 望着血鹦 血鹦目中有些诧异 带着不解 看向鹦鹉 这目光落在鹦鹉眼中 立刻让他险些 控制不住冲过去 连忙用爪子 抓住自己的胸口 内心呐喊起来 就是他 他就是五爷这一生的挚爱了 看着毛发 多么的迷人呢 看着眼神 多么的单纯 看着身材 多么的充满魅力 他就是五爷一生的挚爱 鹦鹉双眼水汪汪的 带着痴迷与狂热 看着血鹦 美丽的小乖乖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 你可以叫我五哥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小妹妹了 从今以后 你 鹦鹉眼中带着光芒 正在那里大声的表白时 梦浩阴沉的声音 似从牙缝里挤出 滚 轰的一声 鹦鹉惨叫中身体立刻后退 但很快就刹那飞回 瞪大了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梦浩 忽然爪子不知从何处 取出一块黑布 直接将自己的一只眼睛 遮盖 立刻气势崛起 我要向你决斗 小耗子 五爷和你决斗 谁赢了 这只美丽的小乖乖 就属于谁 鹦鹉发狂了 他此刻极为骄傲 他觉得自己是为爱痴狂 他更觉得 通过挑战孟浩 一定可以吸引 那只美丽的小乖乖的注意 孟浩觉得眉心一阵跳动 头痛得不得了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忘了鹦鹉这种特殊的嗜好 尤其是他看向熬犬时 也不得不承认 以熬犬此刻的样子 的的确确对鹦鹉来说 有种惊人的诱惑 他是公的 孟浩苦笑的解释 不管公母 五爷可以为爱孟一生 鹦鹉自觉的被羞辱 凄厉的大吼 全身五颜六色的 杂毛竖起 一副斗鸡的模样 实际上内心颇为的得意 他认为自己这句话 实在是太帅气了 说完时 小眼睛一扫 去观察 凹犬的神情 孟浩沉默 越发头痛 看到鹦鹉 那副欠揍的样子 他立刻右手 抬起大袖一甩 立刻狂风呼啸 轰隆隆的卷向鹦鹉 直接将鹦鹉掀起 在那狂风里 鹦鹉挣扎的大吼 我是真爱 真爱无敌 滚 孟浩越发头痛 大袖再次一甩 狂风呼啸间 鹦鹉的声音 再次执着的传来 孟浩 你太无耻了 你要拆散我们 你是第三者呀 孟浩面色更为阴沉 索性一拳轰出 鹦鹉的狂热的咆哮 也随之回道 五爷的爱一声不变 五爷的爱可以爱一万年 鹦鹉自竭尽所能的大声表白 随后连忙故意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在狂风中退后几步 看着血熬一副痴情的样子 大声吼了起来 小乖乖 五爷可以为爱走天涯 我们私奔吧 说着鹦鹉双眼露出狂热 血熬已是斩铃修为 具备不敌的神志 之前他还有些不太明白怎么回事 可眼下在看到了鹦鹉的目光后 强悍如血熬 都身体哆嗦了一下 随后则是默然愤怒 此怒滔天如被挑衅 如被羞辱 如被认成了母犬 这种强烈的刺激 立刻让鹦犬勃然大怒 他嘀吼一声 刹那冲出 临近鹦鹉时 一巴掌直接拍了过去 红的一声 鹦鹉立刻被排飞 可在半空时 他的执着依旧回荡 可以为爱走天涯 可以为爱梦一生 这就是伟大的 痴情的 专一的午夜 主要是 敬请 敬请 敬请